金管會祭出新智 要剷除萬年獨董 市場則擔憂會引發獨董 慌金管會主委王天目 則是表示 正機會累積的人才庫 已經有一千五百位 而明年最大影響上市 櫃加數就是二十五家 各公司如果有更好的選項 也可以去延覽足以 指引市場需求 為讓國內上市櫃公司的公司治理 能順利與OECD新版公司 治理原則接軌 強化董事會的獨立性 金管會在永續發展行動方案中 針對獨立董事的人數與任期 提出新制度 自二零二七年起 上市櫃公司全數讀董任期 都不能超過三屆 而且全體上市櫃公司讀董席次 也不能少於三分之一 引發業界擔憂 可能出現讀董慌 上午金管會主委 黃天目在立法院表示 正機會從二零零二年起 就已經建立讀董人才資料庫 裡面有一千五百多位人選可運用 證券及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從民國九十一年開始 就建立了讀董人才資料庫 那目前大概有一千五百多位 明年真正遇到這個 三分之一要調整的家屬 其實也很有限 根據金管會的統計 目前資本額一百億元 以上的上市櫃公司 讀董任期超過九年任期 必須在明年調整的 有二十五家上市櫃公司 經清查 有些公司只差一席 董事要調整 若依現行規定 每位獨立董事人選最多 可以擔任四家上市櫃公司的讀董 等於人才資料庫中 已經有一千五百多位人選 六千人次 不至於有獨立董事 人才不足的問題 黃天幕強調 如果上市櫃公司 要找新讀董 也不一定要從資料庫裡 來選讀董人選 如果各公司有更好的選項 也都可以去延攬 記者物有一張 國良特報道